龙部长你好 今年瑞幸中国投资论坛的主题是 扬帆济海未来可期 您对中国未来12个月的经济形势有怎样的期望 为什么 从整个中国的发展层面上来讲 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所以在未来12个月 我想我们还是要争取保持整个中国的增长速度 在6%以上 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稳定整个经济形势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这也是我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希望中国在整个科技创新方面 能有一个新的发展 因为目前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核心就是在创新能力上能够有所提高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中国的企业 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方面 能够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成果 这样的话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 会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